由僑委會主辦的一百零六年度 歐洲非洲及中南美地區 僑社工作研討會 經過為期一週的交流與觀摩活動之後 圓滿落幕了 那麼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出席 結業式 聆聽學員們的心得分享 也期勉所有僑社的中高階幹部 回到僑居地之後 能夠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 帶動當地僑社發展 為了培植僑社領導人才 鼓勵心血投入僑社服務工作 僑委會每年都會辦理地區性的僑社工作研討會 來自歐洲 非洲 中南美地區 二十七個國家 三十七位僑社中高階幹部 回到台灣 參與僑社工作研討會 為期一週的活動內容相當緊湊 有各項專題演講 協助海外僑胞了解我國當前的政經情勢 也參訪了工業技術研究院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等重要研究機構 並穿插分組討論 讓參加學員分享在各國經營僑社的心得 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表示 當前國家外交處境艱困 幸好有海外僑胞的支持並努力經營僑社 才能協助中華民國永續生存與發展 他也感謝所有僑胞的付出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結合海外的 就是說我們講一句話 就是說所有僑胞的力量 要去敲每一扇可以敲燈門 去握每一雙可以握著手 來支持台灣的永續生存發展與尊嚴 其實僑胞的努力點點滴滴 我們是成功不必在我 工程必定有我 僑胞的很多努力 政府點滴在心都看在眼裡頭 我們心裡都都曉得 這也就是政府為什麼很感謝 我們海外的僑胞 結業事上學員們與大家分享 各自經營僑社的經驗 以及所面臨的問題 並提出各項建議 學員們都表示 參加本次研討會成果相當豐碩 會將寶貴經驗帶回僑居地 而且從他們那邊的話 我學到很多經驗 然後我想我絕對會帶回去 我們的奧地利那邊的話 就是說把它實施在 我們這個僑居地 如何獲得國際友人的支持 讓台灣不至於從國際舞台上消失 有參加學人認為 除了持續做好本物 也可以透過自身的力量 協助國家進行公眾外交 如果我們可以每個人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像是我身為一位律師 就好好的做我的律師工作 然後好好的參與公會的活動 就很自然而然的可以接觸到一些 我們一般的一軌的外交 比較不能夠接觸到的人 那好好的從這些人脈再去發揮 然後再去認識結交新的朋友 自然而然會為台灣拉到很多新的朋友 席別晚宴上 呂元榮副委員長高歌一曲 歡送所有學員 祝福所有人都能帶著滿滿的收穫 平安返回僑居地 台灣宏觀電視張知晴 呂盈玲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